再来就是这一件紫砂的观音像了 来 您自己介绍 这个我哥哥以前开柴馆在高雄 算蛮早的 三十几年前 那他卖茶叶 卖古 后来就进一些紫砂的吊建 那这一件是宜珠格出品 那宜珠格是在上海 在1988年10月1号 成立这个紫砂工艺场 然后他的一些祭司 除了几个老师傅之外 其他的小工艺师 大部分都是阴雅人士 从乡下来的 他有的是雕刻师傅木雕 然后他们就放弃远的木雕 进到这工艺场里边 去学习紫砂制作 其实我们讲这一尊 大概也在三十年前 因为这工厂大概成立三十二年 这一件大概有三十年前就看到 那我哥哥他在卖 后来因为我舅舅他喜欢 我舅舅先买一张 先割爱这样 对 但怎么又跑到你手上呢 因为我舅舅他玩到最后 大概太多收藏了 收藏多了 然后他的小朋友也大概不喜欢 那想说就开始要 这个让出 是 那我有跟他讲 你要不收的话 就让给我 对 那你当初买多少 他还是卖给我三万 他就买三万 对 以前买三万 他给我还是三万 那他在后面印款是 遗珠格金品 是 没有个人的落款 好 有 好 我先说紫砂 好 很多人认为这个紫砂壶 它是一种黏土 事实上它不是黏土 它是一种砂 紫砂 那这种砂它代表了很多种的 这个元素的颗粒 还有各种的金属 或者说各种的其他的元素 所以它颜色是各种不同的 紫砂的部分有很多的层次 有的是断泥 有的是红泥 不大一样 但是基本上它是带砂 那现在的紫砂已经没有了 因为已经被挖光了 现在只剩一些黏土 也就是说从各地运来疑心 然后就假装是紫砂 这个很多 那您在收集茶壶 您这个可能很清楚 以前三四十年前 那些紫砂壶的材料 确实都是很道地的 就是紫砂 因为取得比较容易 那但是 我一般不帮人家看茶壶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十之八九问人家 我说你买茶壶有喝茶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买茶壶干嘛 如果是买来看的话 那你就不用买紫砂茶壶 你可以买二两黄金摆着看 多好啊 对不对 每天都亮晶晶 对不对 干嘛买个茶壶 茶壶本来就是喝茶的 如果你不能从喝茶里面 去体会茶壶 那你就完全不懂茶壶 而且你要这样想 你比如说顾景舟 蒋荣 讲了一大堆什么 你要这样说 其实大师的成因 是因为他的艺术的成分 而不是那个名字 你说顾景舟的茶壶 就值多少钱 我觉得那是炒作 怎么说那很简单 很简单 在一九六二年 六三年的时候 顾景舟在宜兴厂工作 你说他一个月多少钱 大概就几十块而已 三十块 三十块一天要做两把茶壶 我跟你讲 你再一天有天分 就是要比卡手去 他也做不出什么好壶来 对不对 所以你得看 只要是顾景舟就值钱 我就觉得这个傻瓜蛋多 所以说这个世界很有趣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真的说 紫砂茶壶要怎么去鉴定 我跟你讲 紫砂茶壶一定要看造型 另外就是他喝茶的时候 那种出水的那种感觉 除了流畅以外 它有那种韵味 出水有这个韵味 然后鱼韵还能够保留 然后它的透气性 它的整体设计 这个都是重点 不是说五花八门就是好茶壶 那是错的 你看慢生壶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对不对 它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好茶壶 所以那我们再说说 紫砂做的一些液品 我觉得用泥巴做的 用钢铁做的 用木头做的 它都能够雕刻出那种液晶来 比如说各位大家看一下 身上的这个衣服 那个皱褶 它真的像是布做的 对不对 那个流畅感跟垂性 对你看这两个就有差别 流畅感 垂性 对 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个 就很棒 然后再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菩萨 菩萨的面容 似笑非笑 没有 这就很有感觉了 很有感觉 所以我们常常想说 你去买一个雕刻品 或者一个艺术品 你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有那个感觉 比如说做佛像的人 雕佛像的人 他信佛吗 如果他不信佛 我告诉你 再怎么做都不像 这个很重要 打内心发自的那种 对于佛学的那种景仰 对于菩萨的那种慈悲 有那种感觉的人 做出来才像 这个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非常棒的 一个艺术品 它上面有一个H 对不对 英文字 H代表它的尺寸 大小尺寸 这个 这个有大有小 是 有大有小 H是代表它的尺寸 它大概限量也不会太多 因为总是 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大 所以我们也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什么叫紫砂好不好 好 所以您看看 当初您一眼就看上它了 只是不小心割愛给舅舅了 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你手里 很有缘分 紫砂 紫砂在窑里面 要很完美地烧出来 有点难 有点难 看细节 所以它有透气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真正的紫砂 有颗粒的 有颗粒 有这种颗粒 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颗粒 是 那这种紫砂 就是一个上品的紫砂 那现在的茶壶 一般你这样放大看 都看不到颗粒 这是一个重点 这样子看的 那我们当然也要来评估一下 等于是三万元 对不对 我们来评估一下 一个紫砂的自在观音下 紫砂的 现在价值多少呢 自在观音 请 请建价 太好了 而且最主要是 当初您就是喜欢他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又回来了 而且这个收藏品 这个时候会不断的争执 还会上学 不断的争执 你看紫砂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然后他这个雕工 也被秦老板肯定过了 绝对没有问题 那当然最后一件就是 您今天很重 很重 非常期待的这个香炉 这减轻不小重量 这个在哪里发现的 这个也是 三个角还有相头 相鼻 相竹 然后那个靶也是相鼻 真的耶 靶也是 竹也是 是 这里还有鱼 这是我那个朋友 他的另外一个客户 他是台商 在大陆经商 对 然后他利用假日 到乡下去收 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这个香炉 哪里的乡下 大陆 大陆 就是大陆的乡下 他在那边经商 然后只要看他喜欢 他收回来 这就是个缘分 我跟你讲 在大陆中共的统治下 它是无神论 在破四旧的时候 他们最痛恨的就是 这个宗教性的东西 他们认为宗教 就是什么 迷惑人心 所以像这种东西 不但是不值钱 而且丢都来不及 你家里如果有这个东西 丢都来不及 这个的话 为什么 因为万一被人家告密了 所以你家里有这个 表示你是什么 偶像炒饭 你是神棍 他先给你打一个牌子 神棍 某某某神棍 神棍的意思就是靠宗教 骗钱 他就说你神棍 像这样东西 就往外丢你知道吗 丢在那个马路边 没人捡 没人敢捡 那有些人呢 就把它收藏起来 就辗转就卖到香港 所以说在民国八十年七十几年的时候 香港转来台湾的很多国宝 都是这样来的 当然现在是不会了 是 可是以前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霸道 反而你就是 你就是有这个香炉 你就是怎么样 神棍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 那我们来看 这个叫做 除了有象的这个鼻子以外 还有有象的脚 而且整个的雕刻非常的漂亮 真的 那我们就要回想 你看这上面也有象 这叫太平有象 是 太平有象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就要太平了 因为有这个跡象出现了 太平有象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 怎么做呢 它是先用模具 那这个模具就是 这个石膏模 石膏模 有时用蜡 用施蜡法 用施蜡法的 还没办法做到这么重的 一般都是用石膏模 是 它的支撑力才够 那石膏模做了以后 然后再慢慢地修饰 慢慢地修饰 然后才能做出这个 这么漂亮的 然后这个铜的这个植料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 它特殊的 它含有一些鑫 还有一些这个 鑫 鑫 鑫 大概它这个做法 应该提炼的 同的做法就跟宣德鲁 那个时候提炼差不多 是 应该可以这么讲 所以它的造型 或者是它的工艺 或者是它的职材 我觉得都是一流的 很棒 其实我会怀疑 它另外应该还有一件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图案是 八吉祥 散 罗 神 鱼 是 八吉祥 那应该四吉祥还不见 有可能是两个一对 是 你的意思是说八吉祥 这边可能还有一对 是另外四个 所以说我也要叫你老师了 我还没注意到这个八吉祥 这是散 对不对 这是鱼 这是长生结 对不对 那也就是还有四个 不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所以它可能本来是一对 但没关系 得了一个 对不对 而且当初还花了六万元 难怪你说你特别喜欢它 因为这真的刻得非常的精致 这个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你看还有老公的地方 来评估一下 这个宣德鲁 请见价 恭喜 恭喜你 这么直接 这个是用金钵钵吧 金钵 这个漂亮 还有这个镂空的盖子 你看看 一对这样子放上来 好东西 真的 所以我觉得马大哥 您这个收藏之路走得也还蛮 顺遂的啊 因为你看越买越有心得 然后越收 好东西都到你手上来了 是应该还有很多好东西吧 只是这次没有办法一次带来 下次再来大寻宝家 好 我们一起来见商 一起来看看 恭喜马大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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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